好的 歡迎回來樂世界 那我們一樣在節目開始之前呢 跟大家分享一個資訊 這是台中市又新增了11名的確診案例 他的足跡 那跟大家講一下 如果說這段時間你有去到那邊的話 特別注意一下你的身體狀況 那他在 5月15號的時候去過全聯的 台中的東海店 然後沙路的東家店 以及沙路北市店 然後7-7的北市東門店 那5月16號 則去到全聯的 北路 沙路北市店 不是北路 沙路櫻財店 他蠻喜歡去全聯全家的 然後7-7部分 中期門市店 然後去到麥當勞 以及101的那個 書局 這個是西屯 區的西屯路山段那裡 然後5月17號的部分 另外其他個案呢 5月19號有去到東協廣場 東協廣最近 之前那個朝陽科技大學的學生還蠻 鬧得沸沸揚揚的 那 我沒有特別去記他案例 那 他也去到了那個全家的 台中成功店部分 然後 還有 甘城 福利站部分 這個成功路應該是在 東協廣場那裡成功路的 全家店 因為是同一個人 那另外在23號的時候 然後 還有去到那個711 這旁邊都有個 個案的部分 然後 大雅的公有市場 那 水絕頭的黃昏市場 那以上這些 主機就 提供大家做參考 那我們就正式進入影片主題 喔 今天 在進去之前呢 先跟大家 分享一個那個 所謂的禮包碼 D13C Lee YYQL D13C Lee YYQL 看一下 能拿到什麼 東東呢 這搞像複製 他會 不給我出來 去設定 你幫我買 200塊然後 龍魂玉 跟那個50萬 紅錢喔 好 接下來要談的是 張寮的 渡魂的順序喔 一般大家都認知是 只要是打手都會認知是 一三招的點滿 那如果說你真的 渡魂道具真的不夠的情況之下 你第一招一定要買 一定要買 那月世界最近就是剛好存好原法 然後 其實我也一直在猶豫啊 到底我要先把 張寮的渡魂渡到滿 讓張寮升到底 還是說我準備一套浮石 讓我們的魔關穿 那我做這支影片有兩個用意喔 如果說今天我用渡魂渡到滿 就我 光PK收集數據我大概花 兩三 不知道 大概花了 兩個多小 應該有三個小時 左右 去收集這數據 並且去把它填起來 那這數據就可以 提供大家做參考 那如果說今天這數據 是失敗的話呢 就建議大家可以先搞浮石喔 那如果說這數據有點成功的話 我覺得大家就可以先 集中 注意力 在你某一隻打手身上 把他的 渡魂跟那個 浮石給弄滿 那我其實 浮石的部分 張寮也有一套了 那我就想說 我花了大概 五萬 五萬的元寶 把 張寮的渡魂渡到滿 那時候我 張寮的第一招 只有 渡到 只有第招渡到滿 然後第2招 則是 在那個 好像是6吧 不是是5 我記得 渡魂3而已 最滿是多少 那個時候應該是3 應該是3 然後 差兩級滿 然後 第4招是完全沒有點 那我其實有在思考 今天如果說 他那時候 點藍的概率 其實沒有100% 那 混亂的 概率也蠻低的 應該20幾%左右吧 那我想說如果把他點滿的話 整個炸下去的應該會比較痛一點 那為什麼要點滿第4招的原因在說今天如果說 對方已經 因為這已經是100%會點藍了 那如果說對方是處於所謂的點藍或者是洪荒烈火之下的狀態 他的武將會被我暴擊 提高 24%以及 有機會對方是造成傷害往暴 這個是暴傷的部分 一個是暴擊一個是暴傷的部分 然後這是24% 然後有55%的機會 使對方的方式有沉默兩回合 沉默兩回合 那他的概率都有往上做提升 一開始好像只有20%左右 那這個概率我忘記去把它記起來 但我覺得這東西 就是相輔相成 然後 我會 最後最後我會再下個結論 到底要怎麼渡會比較好 到底要怎麼渡比較好 我們就 看數據來去做分析 我稍微的去抓了一些 我那個伺服器的一些 角色 那我稍微的去跟他做PK 然後我其實真的花了很多很多時間 真的拜託大家 我影片還不錯 幫我在下方 幫我按讚跟分享 那其實 我跟 這個所謂的 效差呢 他戰力差也差蠻多 大概我戰力是640萬左右吧 整個差了300萬 整差了300萬 那時候我是 盜魂只有第1招滿 然後第2招只有1 第3招只有3把 那我跟他PK 我就以時常為概率 我本來想要 想要 貼的是 那個傷害的部分 那我後來想想其實傷害有時候 回合數撐久了的話呢 其實傷害就會變得比較高 這樣就會變得比較不準 那我 如果說要用影片去記錄的話呢 這要花 更長的時間 那我就 我就用PK的方式 結果來去記錄 那到最後 大概 一開始是先把第1招 這是最初的狀態 然後第2次則是把 就每一隻全部都PK過一次之後 把所有 或者 記錄記錄起來 然後第2次則是 第3招 盜魂滿 然後再看結果怎麼樣 第3 第3招 才是把第4招盜魂滿 然後再看結局怎麼樣 那大概 一開始的話呢 我對上這個哨叉 戰力差了300萬的情況之下呢 我贏的機會大概只有2成左右 然後 不曉得為什麼 第3場的時候 就0 就0的部分 然後我就 那這就蠻失敗 我就把它列入失敗部分 然後對上這個 愛先生之後呢 這裡是 920萬的部分 那一開始的話 在第1招盜魂滿 情況之下 是4比6 大概 勝率是4成 然後第2 第2次的時候 居然掉下去 只有一成 有時候其實 會飄不穩 其實你擺到月戰 就沒有那麼的 簡單啦 如果說對方 配置又不錯的情況之下 你要月戰本來就 不是那麼簡單 那後來的話 把第4招點滿之後呢 其實又回來了 原本的 4比6部分 也就是說 勝率來到4成 那我們再看一下 後面部分 後面部分 則是對上這個劍先生 戰力來到 300 830萬 每次怎麼念錯 830萬 那勝率的部分 大概6成 左右 那我們來到最後 最後階段 把盜魂第4招 鍍滿之後呢 勝率有8成 當然你說 你可以講說 這些都是廢話 因為說 你把所有的數值 往上點高之後 你獲勝機率當然會高 但是我想講的 後面會再 再講一些 我覺得 要怎麼點會比較好 順序是怎麼樣 我們再看下去 面對江先生的時候呢 大概戰力會落在 他也是830萬 那 一開始大概是3成左右 然後接下來又是 贏到4成 但是其實我跟他 其實我之前跟他PK的時候 幾乎都是0 贏不了 幾乎都是贏不了 後來是因為 這一陣子有把身旁練上去之後 就真的比較有差 有一點點贏的機會 有一點點贏的機會 那其實 勝率只有 又 往下降 那這就列為失敗了 然後在這裡 打 跟那個江生 東先生對打的時候 大概他戰力是810萬 然後一開始他是 我的勝率大概3成左右 然後第2次的時候 居然只有降到2成 那最後最後部分呢 有回來 有回穩 大概4成左右 那其實 月戰本來就真的是沒有那麼簡單 那對上風先生的時候呢 780萬 勝率大概是4成左右 然後這裡又降下來 那最後最後居然就 就 又往上 往上升 其實如果戰力跟我越來越接近的情況之下 我發現其實是 我們要 我們要比較 贏他的機會是有往上做提升的 當你把 渡魂渡到比較滿的情況之下呢 是有差的 是有差的 那 去跟右先生對打的時候他 戰力落在770萬左右 一開始其實是1比9 那後來 我猜應該是佈陣 我後來有改佈陣的關係 我不是每一隻 佈陣方式都是一樣 有時候是神旁先上 有時候是 屬豬先上 我會看對手的情形 比方說他可能放的是神兆 那我可能為了要刻意去降 降攻他的情況之下 我就可能放上神旁 那 屬豬就是援軍 這會 適時的去調路 但我在想有時候 勝率的問題是因為在說一開始我沒有特別的去把所有的 陣型 比方說放在哪裡 特別的記住我陣位的部分 那就變說 數據可能會有一點點的沒有那麼準確 但是我覺得 無傷大牙無傷大牙 那 對上伊先生的時候他戰力是落在760萬左右 一開始是 只能 只有贏8 8成左右 然後又降下來 那最後最後其實又拉回來了 大概 可以勝 勝率來到8成左右 那對上萊先生呢 一開始 只有 其實他真的很會玩 710萬 這個也蠻會玩 那我贏他的機會也是蠻低的大概2成左右 然後 最後 慢慢的來到3成 來到4成左右 其實是 有往上做提升的 所以說我覺得這個就算是有點成功 那 最後最後來到跟 亂先生對打 其實一開始我跟他對打的時候也是一樣 他雖然戰力跟我 相去不遠大概差了四五十萬左右 但是我贏他的機會也是相當之低的 大概落在2成左右 然後後來來到了5成 甚至最後來到8成左右 所以其實越世界 想講的是 最後最後的結論就是 當你 確定要把 張鳥的渡魂渡到滿的時候 如果說 你在錢不夠的情況之下 你沒辦法 只能渡第3招 然後 這前提條 條件是說 你已經第1招渡滿 那你在考慮說我的 3跟4要 要不要渡的時候呢 然後先渡哪個時候 請 請你考慮 如果說你今天沒辦法一口氣渡到滿 情況之下 我覺得效益就出不來 今天這個其實效益是有點搭配前面這個 800破陣 也就是說800破陣可以把 所謂的概率來到100%的情況之下做點燃 那點燃 對手因為點燃情況之下 我對於對方的武將或者是方式的傷害 都有往上做提升動作 這個要點起來 這樣才會突顯出 這一招的力道出來 而且 這個部分他是他的被動劑 屬於是 屬於是強化了 這所謂的800裂陣的部分 不知道是喔 800破陣的部分 所以說 如果說建議大家 你一開始點滿了 點滿了 點 點 滿 點滿了 點滿了所謂的 第1招之後 你沒有多餘的 那個所謂的 元寶來去點 第3招跟第4招的話呢 那你第3招至少可以點到 3 鍍魂到3喔 那你第4招不點 我覺得 也還好 那如果說你真的一定要硬搭配把 第3招的點滿的情況之下 我會建議 同時把他點滿會是比較好 如果說你沒有把他點滿的話 其實效益就出不來 就出不來 那你倒不如把 像月世界一開始考慮 那你就把 元寶留給 第3的打手 當符石 符石使用 那就是幫他再湊第3招的符石會比較好 那以上是月世界想跟大家做分享 如果你喜歡影片 的人 歡迎在右下方幫我按起訂閱 並開 小鈴鐺 你就可以收到影片第4招資訊喔 那這個真的是我花了我好久好久的時間 請大家如果喜歡的話 不料吝嗇的幫我點個讚 然後幫我分享 那如果說你覺得影片不錯呢 幫我推廣一下 然後讓我的那個訂閱數可以再往上提升喔 那我就會更認真的去做 好更多的影片 然後跟大家做分享 然後我會更積極的去找一些數據 當然我知道我會開始去 找其他遊戲去玩 當然我知道其他遊戲可能有些人 不喜歡 然後他就直接退電了 那我覺得也無所謂 因為 我想追求是不是只有單純只有單一遊戲 因為單一遊戲 而且 玩家也就這麼多 但我需要是更多的訂閱數 來去 support我 那甚至說 看最後能不能有機會可以 獲利嗎 其實我也花很多時間在這上面 當然我 我不是說我的影片一定很好 或怎麼樣之類的 但我覺得說 我能提供一些 部分的資訊跟數據 然後提供大家做參考 好啦 那我就不多說 那我們就下次影片見囉 拜拜 拜拜